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对世卫组织开炮 他认为说WHO太以中国为中心了 接下来要检讨对世卫的一个资金援助 并且来放话说 接下来考虑不给世界卫生组织经济援助了 那么对此谭德塞他态度终于软化 他说跟美国的关系良好 希望美国可以继续地提供资金 As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actually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to WHO and I have met President Trump a number of times before starting from 2017 and recently we had a call conversation two weeks ago and what I know is that he's supportive and I hope the funding to WHO will continue and the relationship we have is very good and we hope that this will continue 好,这是谭德塞的最新说法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带您看看 现在中国因为疫情扩散到全球了 那么中国现在外交面临了双重考验 包括了非洲国家可能跟中国出现了外交危机 而另外一方面英国也要开始检讨一下 接下来中国必须负什么样的责任了 我们从中国跟非洲的两边的一个外交争议来看起 那么中国之前说疫情趋缓了 但是这几天是否疫情又反弹了呢 一个是影响到了跟俄罗斯的关系 另外跟非洲也出现了一些危机的状况 那么英国说这个等疫情过去之后 要好好的清算一下下 我们就来先看看这个最新的数字 那么中国新增确诊的病例数108例 这个是3月5号以来的新高 98个是境外移入 10例呢是这个本土的个案 单日新增突破了百例 是六周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数字 而且超过一半的病例是出现在 跟俄罗斯的边界也就是黑龙江省 所以现在要严防这个疫情倒灌回流了 而同时在中国呢 我们出现在广州 广州这里出现了不少的新措施 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歧视 所以呢非洲驻中国大使协会 就非常不满写了一些抗疫的信函 给相关单位 那么广州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歧视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份信 这个信当中写到 中国认为呢 这个肺炎是来自非洲国家的 这根本对他们来说是污名化 而且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歧视的现象 这几点都是他们写的信函给中国 认为中国对非洲裔的民众 是有歧视的现象 一个是半夜有非洲裔的人士 被从旅馆里头去赶出去 那么另外呢 学生没有出游史 但是却要进行核酸的测试 还有非洲裔的人士 跟中国籍的人士结婚 那么其中非裔人士 要进行核酸测试 但是中国的这个家属 却不用进行测试 另外还有哦 被这个检测为阴性的 仍然要隔离 如果不听话的话 还要扣押你的护照 而且要拘留 并且严重的话 可能会驱逐出境 甚至如果再严重一点 可能会威胁你 你可能会被逮捕 被拘捕 甚至是驱逐出境的 那么这封抗议信函 是来自非洲的一个抗议信 分别发给了中国的外交部长 那么中国的外交部长 王毅也给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以及非洲联盟 那么中国跟非洲 是否出现这所谓的外交危机 中国赶快发言澄清了 说他们并没有歧视 来自非洲的兄弟 那么他们坚决反对 任何的种族主义 跟任何的歧视言论 好这个是中国跟非洲 目前所发生的状况 而另外在英国方面 我们也来看看 英国每天的确诊数字呢 其实现在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了一万一千个了 确诊人数突破了八万八千人次 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多 非常崩溃的 那么英国的医疗体系系统 已经不够用了 他们在医院里头的湿袋 都不够装尸体 裹湿怎么办呢 尸体外面裹着的不是湿袋 而是只能用床单来裹住 那么英国的外相 现在也宣布了 禁足令暂时是不会解除的 还是要有禁足令 所以英国的情报机构 现在说了 等到疫情结束之后 他们必须重新审视 英国跟中国之间的 关系是如何 他们考虑对中国的高科技 跟战略性的一个产业 进行严格的管控 这个是英国现在 在各地都不讨好了